遗难者刘崇基请家 一早就来殡仪馆帮女儿的忙 意外来得突然 他们也很错愕 你为什么 你在哭什么 你是怎么了 他才说 他的功功勃勃 坐这台车 全部都去了 来到刘崇基 为了在新北市金山的家 从走到晚 不时有亲友邻居前来关心 大家万万没想到 同条街上住户 相约外出游玩 却有人永远回不了家 照片中五名女性 开心在武岭留下记录 他们其中四个人 就住在金山 唯一存活的 只有左边属来的第二位 她叫潘玉才 目前还在三种救治 右边属来第二位 叫魏菜月美 是赏花团的主要 号召者当地的领长 中间那位 则是许丽央 是刘崇基的另一半 和魏菜月美是轴礼 原来33名使者中 有四名住在同条街 他们彼此间 是夫妻亲戚 和邻居的关系 感情深厚 其实魏菜月美 在传照片时 才小抱怨路程遥远 未料却成为不归路 至于罹难者之一的 庄美丽出世前 才按孩子和孙子视讯 像我大嫂他那个小儿子 他晚上九点多出世的 他八点多还在车上 跟他儿子用视讯 外面 这几件衣服 没有收 没有收啊 为什么 不知道 不想说一天就回来 想说一天回来 可能晚上 可能早上晒还是怎么 昔日都市难得一见 亲戚同住 仿佛大家族 不时喧闹 互串门子的街 直到现在 却尽到吓人 没有人会想到 一早开开心心 结伴出游 但回家的路 却是永远无法凑齐人数 这杨琪浩 严信宇 新北市报道